县府今天上午举办南投有够旺县镇年终记者会 活动内容结合各社区共同行销农特产品 并由县长林明珍率领各局处市首长 担任一致店长协助较卖 县长林明珍期许自己未来将完成 未完成的几项重大建设继续带动南投发展 我相信在我们14个计划的重点工作里面 在未来的任期三年里面 我们一定要把它完成 把南投现带动成一个观光首都 县议员曾正言及林芳瑜都出席记者会 并肯定林县长是全国公认五星级的县长 施政成绩单十分亮丽 希望在县长率领的团队能继续努力 未来能有更亮丽的成绩 第一年的一个宪政报告 我相信拿出了亮丽的成绩单 单位南投人我们很庆幸有一个五星级的县长 在五星级的县长带领之下 我相信我们县府的团队 县务方面能够推展得更加的好 更加的顺利 符合我们县民的这个期待 会中各个社区摊位展示优良农特产品 云南社区自产自销的优质米 提供社区共餐 也感谢县府支持 让社区发展更好 提拨固定的比例提供社区来照顾这些长者 因为我们的米都经过五毒检测 通过SGS认证诡弊 然后农选时期的时候 还用净菜头 然后拿来加工 来贩售 增加社区的收益 会中安排许多精彩表演 并颁奖表扬 网络票选最有感的宪政内容前三名 分别是茶博 南投灯会 及免费营养午餐 皆由宪政年终记者会的发表 议员们期望未来南投继续有够望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